大家好,欢迎收看《月宇追财经》 谁敢相信曾经洗上百万购买的 惠州碧桂圆海景房 短短几年之后,现在打骨折都没人买了 大家都知道千亿房企碧桂圆 去年下半年被爆出债务危机 去年8月,碧桂圆爆出公司含入流动性困难 增入准违约的状态 9月,一个月的风险期内 碧桂圆踩线支付了以预期的美元债票息 暂时避免违约 10月,碧桂圆发公告 现金状态依旧成压 将启动境外债务重组 正式官宣爆雷 来深圳市区一个小时的车程 百万方的大盘刺心楼 楼价跌坡,三千元都没人买 你没看错,不是三万每平方 而是三千元每平方 这个神盘就是位于广东省惠州市 阿婆国海邦旅游区的实理银摊 之所以叫实理银摊 因为这个小区的海岸线 真是有五公里长的 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楼盘有多大 总值面积1.44平方公里 房屋数量5.08万套 2009年的时候碧桂源于维修落地 分7期开发,每期都是大几千户了 2011年开盘当日就买了4千套房屋 全国单日的销盘 2016年全国销售额超过100亿元 后来几年 新楼单价基本都是位置于1.5万每平方米左右 惠州地缸人稀经济发展水准一半 是谁支撑起这个超级大盘的热销呢? 当然是在深圳的投资客 看惯了深圳五六七百万一方的房屋 体验了深圳的食屎森林 来到十里银摊面朝大海春暖化开 楼价才是一万多 敢挨着深圳楼价只是深圳的五分之一 这麽低的反差 怎可以不心慾 怎算都不会亏 从十里银摊到深圳市中心 不塞车的情况下 只要一小时左右 但是随着三道红线跌加口罩事件 房地产仍来了下行周期 而这个楼盘新楼的单价 到现在已经跌了8千元每平 与此同时 碧桂圆现在也是举步艰难 新楼尚扯而似 二手楼更加是惨不忍道 基本就是三千多元左右 不知道那些在最高位追进去的 现在怎样了 患念炒房客 这次肯定是坏了 虽然宣称有五星級的崩海酒店 封城酒吧街 没有边际的泳池 商业界 国际学校等 但为什么还会降那么多呢 维州市的楼价在2021年 蓄顶之后就开始下跌的通道 并一直跌到现在依然没有停的意思 在下跌通道中 跌幅最惨的当属于海警房 有当地房产中介表示 海警房一开始是打九折的 后来八折都没人买 那就一降再降 现在直接打五折了 只要有房屋打折买 这个消息肯定会很快传到小区各个角落 后来传到整个片区 最后整个城市都知道 那个大幅度降价的楼盘了 更关键的是 只要有楼盘大幅度打折买出 就会有更多楼盘降价打折出售 一波集中出货潮是拖不掉的 在维州市 在抛售出货潮中 五折就可以适当减房了 十几万就可以买一套入满的海警房 有业主为了快点把房屋买出 竟在楼台上拉起了业主急售的红色橫裤 在二手楼交易平台上 输入维州海警房 现在代售的就有一百多套了 而总价低于五十万的折禁三十套 价格最低的一套 总价价是二十八万元 只合单价两千三元每方 更重要的是维州海警房 已经不是第一次曝光在大众的视野之下 早在2022年5月 维州市就有一套一百三十三平的海警房 最终是以六十五点五万的价格成交了 成交单价是人民币四千二百九十四元 这个成交相当于原购房买入的一点七指 前几年每日经济新闻房产 昨晚曾报道过一个深圳热主在维州买海警房 百年时间虚了五十五万的案例 对于这位深圳热主 我想他是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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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我在一方中等待接盘客 可惜的是 至今哪怕是一altres更坚梢 業務人闻津 但在本代前多年买海警房仲是有钱人的一大爱好 甚至海警房亦缺睹被看作有钱人身份的象征 对很多打工人来说 肯在海边价格一既磁 打工厅多年合他們去海边养老 很多人梦寐以求 虽然假期时 以後海濱路塞得一塌糊塗 但是到了海邊所有的憤怒泡住路口 去年桑11假期 衛東信聯灣、桑葉灣等染海片區 接待遊客超過60萬人 旅遊的火熱也帶火了當地的樓盤銷售 碧桂園、富力和盲科 也都在衛東紛紛報告 碧桂園的實理銀貪最巔峰時期 每坪售價買到1萬元 一些特別好的戶型 每平方甚至可以買到1.5萬的價格 實理銀貪剛開盤創下過日的銷量達到4000鋪的神話 實理銀貪可謂風光無限 但現在實理銀貪就成了當初購房者心裡的桶 實理銀貪的業主表示 10年前最好的海景房還可以賣到100多萬 現在打5折都很少人來看了 在國內海景房已經不是什麼稀罕物了 而買維州海景房 舍得最多的是香港人 信寮灣海景房銷售表示 在信寮灣買海景房的一半以上的客戶都是來自香港 香港是什麼地方全土全金 香港樓價也是常年位居世界第一位置 價格十分離譜 所以對香港人來說 可以在距離不遠的地方有一層樓 還可以看見海 如果在香港本地買肯定要用天文數字 但在維州不到50萬就可以買一套了 而且從香港到維州 有發展商專門開通了扭霸 香港人從口岸過關之後就可以上車 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可以抵達純寮灣和雙月灣 在高鐵開通之後 維州往來的香港更方便了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選去維州置業 當然除了維州 香港人還在內地廣東省的中山、珠海和東莞等地置業 但是比不上內地置業的香港人 想都沒想到的是 買樓容易 但是想要買出去就很難了 對於維州來說 海景房想要買出去本身就是很大的問題 很多購買海景房的業主 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海邊過上退休的生活 但事實上真正可以到海邊退休生活的人並不多 一來路途遙遠 來回的車廢遊廢是一筆不細的開支 加上海邊以水充足 因為海邊的濕業 房屋很容易老化 如果很長時間不關倉 屋內的木製家屬很容易受潮 還有一個原因是 海景房周邊的配套跟不上 購房中介給你介紹房屋的時候 說了是之後的配套設施是什麼是什麼 但是等你將房屋賣了之後好幾年 配套都落實不了 很多畫的大餅都是在圖紙上畫下畫下的 因為上屬幾種原因的影響 海景房揭小流動性 沒有多少人來接盤 如果位置再稍微差一點 那就更加不可能賣得出去 沒有人來接盤你只可以自己去住 想租出去一個月租金也只有幾百元 還不夠麻煩 當然一個月幾百元的房租可能都沒有人租 對於偉州來說 它本來就是一個三四線的城市 因為緊捱住深圳、香港房地產才迎來了巨大的發展 但最近當香港和深圳本地的房地產市場 都承受不住的時候 偉州的海景房只可以不斷地貶值 很多購買這些海景房的業主 一邊是數人一邊是乖乖地上交房貸 所以現在的偉州房地產市場 邊地都是房屋 只要你敢報價就有業主敢成交 不信你去試一試 當房地產市場完全變成買方市場之後 可不可以成交就傳憑別人一句話 當下這個節點還真是不敢不信 總得來說 如果你可以承受偉州海景房的種種缺陷 還想著可以以低價買一套過去也沒有問題 這些代售的二手樓業主正在等著你們買飛機票過去摘盤他們的房屋 拯救他們於水火之中 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偉州的房屋真的可以不買就不買了 留給碧桂園的時間並不多 這半年時間裡 碧桂園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是竭陣所能地拉升營業額 比數據好看一些 不過在當前市場環境下 這個已經非碧桂園自身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結果 長島眾人推 碧桂園已經全面陷入困境 碧桂園想要翻身幾乎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